货 然后要去那场 这边来一点 不然那个武器会把那个手机全部那种 咚咚咚 对 事物最近 生意还挺好的 我觉得 这样呢 我待会儿跟你分享一个事情 你们想不想听 我待会儿想跟你们分享一个 最近一个好事情 你们想不想听 想听的话 打个响字在公民上 好吗 事物憔悴了很多 对 事物不管是这边的紫外线也好 出太阳的时候 紫外线很强 然后晒着会很痛 然后要么不出太阳的时候 风又特别大 吹得脸呼呼呼的那种 就是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我现在都是要么就在这边 家里面休息 然后 拿电脑出来办公 然后 偶尔想去赔十五 收一下货 十五都不让我去 因为最近最近的话是 十五在 有他的起步了吧 因为也是一副认识这边的人多 然后再给十五介绍一些生意什么的 就是十五收到的货也挺多 然后有一些货 是通过线上给大家认识了 线上的话都是 其实都是为了展回头客 然后那什么 然后线下的话 十五都是有云力 最近反正还挺好的 就是反正在这边来十五也慢慢慢慢看到十五有点奇色了嘛 就是每天都能收到不同的好东西 这边的货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土特产的话真的是 海拔越高真的是代表这些东西越好 你别再说我辛苦什么了 待会家们 你俩一定要幸福 家人不仅是我俩 我希望我们所有人的幸福 全凭打幸福两个字在公平上 好吗 谢谢大家 只不见五千五百多人 全凭打一个幸福 好吗 我们所有人不仅是十五年也幸福 也不仅是我们只不见家人们也幸福 我们只不见五千五百个家人 以及我们所有的家人都幸福平安健康 好吧 幸福幸福幸福美满 幸福永远 对 永远幸福 好的 合作一块 这是什么合作呀 那幸福也是一种合作呀 这是我理解你 你理解我 我对你好 你也对我好 这样才会幸福到永远 可是我对你不好的时候 你也对我好 你对我一直很好呀 你哪有对我不好过 对吧 哥 姐叔叔 阿姨们 幸福也算是一种 怎么说呢 这个幸福需要经营 是不是 怎么经营 就是 来说 你先说吧 陪你来陪伴 非常幸福 有黑青柯吗 等一下吧 家人们 等一下吧 我们现在饭的还没吃 好吧 好货上一车 好嘞 只不过还没吃饭 我们饭的还没吃成 现在这个正在煮 你们猜一下今天我们吃什么 猜一下我们今天吃什么 我公平打一下 我看一下哪个家人能猜猜对 我看一下哪个家人能猜猜对 这边就是便废为宝 这个牛粪 减一斤 不是一口袋 就是那种中口袋一斤 那种中口袋一袋 七八块钱 这个牛粪 还可以 我觉得挺不错的 这个总比烧煤烫好 你不要再加老师 我那里面很旺了 而且新加的话 胭子很大 我是想放在外面 不不不 那个胭子很大 就这样就可以了 不加待会死了 又得重新烧 陪伴就是幸福 吃排骨 煮白菌 哇的天 怎么怎么你们都知道呀 你们都知道我们吃了什么吗 怎么家人们你们都吃得到啊 因为你的爱好就是这个 是不是很冷呀 我往你手里 你的才能 你才从山上辛苦一天了 不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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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辛苦 现在怎么感觉 家人们你们有没有 有没有一种感觉 嗯 你冒烟了 对 这个这个后面是那个 那个蒸汽 这边因为天气冷嘛 然后 嗯 就那啥 家人们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 对 就是现在十五啊 每天在外打拼去收货 嗯 去赚钱 然后我负责在家里面冒美如花 哈哈哈哈 十五负责在外面打拼去去闯啊 然后去负责赚钱养家 我负责在家里养家 哈哈哈 冒美如花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感觉是这样子的 是的话打一颗狮子 我以后眼里怎么样 哈哈哈 我觉得但是要求你你需要怎么眼里啊 眼里是怎么样 吃饱穿了 然后有你在 还有我们的宝宝 哈哈哈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家人们 对不对 对的话打个对子 你真的一点都不见外 啊 你说些话一点都不见外 我说的是真心话呀 说 你不害羞吗 你说这句话 为什么要害羞啊 我对着我女朋友 有什么还害羞的呀 家人们 在女朋友面前不能害羞 对不对 但是你是担任叔叔阿姨们的面了 嗯 你这个嘴巴 我们都是一家人呀 一家人那有什么害羞的呀 对不对 家人们我们全民把一家人三个字 打在公屏上 给食物看一看 我们都是一家人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 嗯 都是都不会介意的 对不对 哈哈哈 那你喜欢吃 你你吃的有没有要求 嗯 吃的有什么要求 吃的 你做的我都爱吃 那你的要求不高吗 那我觉得我可以眼里啊 你什么时候觉得 你的我的要求高过呢 你每天吃10块钱够了吧 啊 够不够 10块钱啊 嗯 每天吃泡面啊 不吃泡面啊 每个月买的大米啊 那些放在家里面 自己种点蔬菜啊 然后嗯就是养点猪啊 鸡啊这些 那都不用去外面买了呀 那你每天 10块钱都吃不到吧 在哪里去种啊 家里啊 家里怎么种蔬菜 回农村啊 回你老家呀 啊 啊 你一直让我上门啊 哈哈哈哈 上门 可是上的话 上门的话 那个我家里 没能给你的 没能给我的 开玩笑的 我上门的话 你你哥哥你弟弟 那我们全部是这么多人 那啥怎么怎么去那啥呢 对不对 上门女婿 家里面别乱打呀 什么上门女婿 这个 不是说吃10元 是因为 自己扎的面眼珠眼睛 然后种蔬菜 然后要想吃点什么 那种山珍海 那个的海味 倒是没有哈 但是山里的菌子 倒是到处 可以去采一下 那生活还不是挺好的 对吧 那那我什么都不用管了 啊 我把公司 股份就全部卖了 看你自己 我们直接养了 你觉得有压力的话 我可以养你的 哈哈哈哈 这我养你是那种重养啊 师傅太天真了 你们觉得师傅天不天真 天真的话 打一个天真在公民上 哈哈 我说的不现实对不对 嗯 我说的不现实对不对 我觉得 嗯 现在我们还年轻嘛 如果以后老了 我们可以回农村 那年轻的话 我们现在该拼 就去拼 该闯就去闯 好 加油 不管努力 要奋斗 要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对不对 这样老了 你才有回忆嘛 然后你不然 哦 我一辈子都已经躺平了 我已经回家养老了 然后回农村里面 我种点蔬菜 种点水果 那个我感觉是 嗯 我们直播间 很多叔叔阿姨想要的生活 但是我们现在 这个年龄段 不属于我们 我们负责应该是 怎么样去给我们父母 更好的生活 怎样去给你 叔叔阿姨就是爸爸妈妈 他们更好的生活 然后 怎么样要去给我们的宝宝们 创造更好的生活 对不对 我问你个问题啊 嗯 你觉得 你觉得孩子 有几个才好 哈哈 哈哈哈哈 越多越好吧 孩子不是越多越好吗 那老了有依靠热闹呀 越多越好 啊 对不对叔叔阿姨们 难道越少越好吗 不会吧 哎呦 有孩子 你有个好 我的天呐 有孩子了吗 还没有家呢 说把帽子这了吧 现在还有点冷啊 家吗 因为火还没燃起来 我家吗 说让你去生六个孩子 让我去生六个孩子 啊 那那这还不得你同意呀 你生孩子我同意啥 我自己又生不了 那真的呀 家人对不对 那生孩子哪是一个人的事情啊 冒烟了 后面啊 没事 后面是那个雾气 就是那个锅里面的那个雾气 四个孩子 两男俩你 可不可以不要那个 开招了 家伙你们说对不对吗 那这个生孩子哪里是哪里呢 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呢 我一个人怎么能做得到呢 对不对 是不是上黑情客吧 那个现在没 现在还没吃饭好像 三男三女啊 上人 六个 那三个同 六个同时一起哭的时候怎么办 我在家里带我哥哥的孩子 我带着等等 这里一个哭了 那里又一个哭了 然后越打架 那同时六个孩子一起哭的时候怎么办 那不还有我吗 那个孩子应该什么呢 我们也可以请 请阿姨带啊 对不对 我那要好多好多钱吧 我妈妈也可以带着孩子 好好好 四个也信了 家伙们 这些都其实都是说着 就是那啥吗 我觉得生四个六个 这些都我觉得太多了 苦的是生孩子 其实苦的是女人 女孩就是 嗯 他们是最苦的 然后一定 是那啥吧 虽然孩子是越多越好 但是肯定是尿尿而行啊 对不对 我帮你们带去啊 想愿意 直播间有没有愿意帮我们带孩子的 愿意的话打一个愿意 我看一下 哈哈哈哈 愿意来帮我们带孩子的 如果到时候有孩子的 有宝宝了 愿意的话 打一个愿意再公平 我看一下 有多少家人是愿意的 怎么可能好意思 认识说阿姨们受苦呀 啊 愿意带 我愿意 真的这么多人愿意啊 我的天太 哈哈哈哈 你看 所以 你生六个也不怕 你看这么多家人愿意来帮我们带孩子 哈哈哈 哇 谢谢阿姨们 你们太好了 哈哈哈 嗯 我去 他们说我来 哈哈哈 但是现在还远着呢 我们还没有结婚 家里的父母也还没有那个 还有点遥远 不遥远说 我觉得 挺遥远的 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事情一定要 嗯 你看我们俩现在刚在一起 你说父母呀 他们也还 还没有订婚 也没有结婚 还有 那宝宝的话太远了 我问你个问题是吧 如果啊 嗯 嗯 就是在 我没有 哎呀 这样说我怕你我怕你心里没有负担 啥你要说啥 家门我不知道这样说好不好 我想说一个没关系我不会生气的呀 你说呀 如果啊 嗯 我们 一直不念啥的 然后我妈妈一直那种啥 不拿啥 我想带着你去做一件事情 你愿意你敢跟我去做吗 啥事啊 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做 你行为说清楚呀 你都没说你就问我愿不愿意 啊 但是对你来说不公平 我觉得 就是 你要说啥吗 你知道现在我们已经做了第一步啊 嗯 就感觉我们俩在私奔 就是在原则高分那种感觉了 但是我觉得 如果飞要那种那种的话 嗯 嗯 哎呀 你说嘛 啊没关系 但这是对对一个女孩子是最不公平的 不可能 那是啥吗 不会这样子的 我只是假想吧 我只是假想一样 不会这样子的 好吧 你有什么不能给我商量吗 嗯 你啥不能跟我商量吗 你啥不能你 我要跟你商量 家门这样说不好 嗯 是吧 你们说说不说说